就我的理解 其实科技跟军事进步 都来自于思想 可是中国是一个对于思想 最前置的国家 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 成龙跟他们已经够友好了 成龙发文调念 泥框 泥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我们是同一代 都是年轻人 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连这样都要被小粉红出征 然后中国对思想前置 到底多夸张 其实很夸张 因为其实成龙 已经算是非常政治正确的人 所以你看 成龙他在网络上面写说 感叹泥框 他是一个香港才子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华 他只写这样子而已 其实很中性 我们看来是非常中性 可是没想到 这么多中国网民 开始在上面留言 为什么可以纪念泥框 泥框不是反党的吗 泥框不是反华的吗 为什么可以纪念泥框 可是我看成龙的言论 其实是很平常的 他可能想说 那些中国网民在想说 你在这个纪念一个香港的 一个年华 一个世代的逝去 是不是讲说以前的香港比较好 现在是香港比较不好 所以说这些中国网民 看了就觉得很不爽 就开始连成龙都骂 那其实泥框 对于台湾人来讲 我觉得大家都记忆很深刻 可是泥框真的 他是非常了解中国的 他是1935年 他是出生在中国上海 因为他反共 所以说 因为资共所以反共 1935年出生于中国上海 那时候还没有解放 那16岁的时候 他是当这个公安 16岁就当公安了 他当过公安了 16岁就当过公安了 他当过公安了 那22岁的时候 他还加入过解放军 他当过兵 所以你看他当过公安 当过解放军 那本来应该是 所谓庚苗震宏的人嘛 结果没有 因为他知道这个共产党 因为有一次这个 好像他到了香港之后 大家就问他说 你那时候不是加入共产党吗 当过公安 当过这一个解放军吗 他说 他本来以为这个共产党 共产党主义 是人能平等的 结果他没有 加进去之后才发现说 这个阶级分得非常的清楚 那22岁 就是一个转捩点 他加入解放军 然后那一年冬天 他在一个非常寒冷 那时候中国比较囚 所以没有煤炭 他就拆了桥上的木材 给当煤炭烧 就是帮大家取暖 结果被大家说 反革命 是破坏桥梁 要把你抓走 结果就被抓走 抓到蒙古去了 抓到蒙古去了 22岁的时候 他想说抓到蒙古去不行 他就被劳改了 所以就逃到香港去 22岁的时候逃到香港 那也因为在香港那时候 有一个自由的环境 让他有一个非常有弹性的 一个创作空间 所以再开始就写写写 写很多科幻的小说 卫斯里 对 卫斯里传学 袁正侠传学 很多 那也是因为是有一个自由的土壤 一个开阔的一个空间 才有办法写那些东西 所以说 他后来 其实也在微博也有 他在微博 他有开微博 他有开微博 那可是他在十年前吧 他这个在微博上面 留了最后一段文字 他就说 他在微博上面写的东西 也被禁了 那他就问大家说 这个他还会不会再继续再写 这个微博 十年前 就发现就没有了 他就没有了 他就觉得说因为 微博就是一个 限制人的言论思想空间 一个地方嘛 所以他就没有再写了 那所以说 其实对于 这个尼邝来讲 因为他知道共产党是那一回事 那所以他是一个反共的一个作家 那所以你看 他去世之后 那个中国给他的待遇 就是非常非常的差 对啊 我看好像是 连调念都不行 调念都不行 而且这个 这个香港政府 才用83个字 来调念他 对 那我们都知道吧 就是说 不管是中国政府 或者是香港政府 这个调念的文字的多寡 写的这个文字 大概内容是怎么样 就表示说 你这个政府 对于这个人的重视与否 那你看他写 才用83个字写 然后好像是说 这个尼邝走了之后 这个对香港来讲 这个他是四大才子 跟黄斋 都是四大才子 对 那结果才发现说 用83个字 敬念他 追到他 就表示说 这个香港政府 或中国政府 对于他的这个反共的 这一个 过去的经历 很在意 都是说不行 那现在你看 连着一个张学友 在7月1号的时候 他只写了说 香港加油 有起有落 对 香港加油 他只是追念说 那时候香港是真的 一个繁华的世代 也被这个中国网友 也开始被呛呛 开始在那边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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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那所以我认为说 在于中国来讲 是对女抗来讲 就是说他们感叹 那一个香港 有自由的言论 自由的空气 那现在是7月1号之后 其实已经没有所谓的 一国两制了 就是一国一制了 你看一国一制 然后把香港 搞成这个样子 连艺人 连成龙这种 非常政治正确的人 只是留言 这个吊念这个泥匡 都被下面这些网友 都来呛响 就说你这种好纪念的 这个是反毒的 这个是反党的 反华的 对啊 结果我就没想到 这个一个 我们从一个泥匡的试试 可以看得出来 就香港来讲 这个过去的 所谓一国两制 才25年的时间 已经没有了 接下来就是 真的一国一制 而且对于香港的 这一个钳制 只会越来越严重 不管是国版的 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或者是其他 对于这个香港的 这个言论自由的钳制 只会越来越严重而已